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凱 阿凱 阿凱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會大家介紹在下禮拜一 幾張登場的修羅場 其中可以兌換到的角色的分析 好 那禮拜一 就是這個 美姐的專武啦 所以 有人在問說 這張卡片到底要不要練 我覺得你有美姐在練就好 因為他適合放進美姐 但也不太確定之後 會不會出一個牧人 也是適合他的 就不太確定 所以今天大家還是 能有能力的話 就刷一隻吧 這張卡片沒有說到太廢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這兩張 歡迎我們張療 以及 比聚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資訊 好 那這個比聚羅這一張角色卡呢 它是 這一周 大家應該有常常看到它的身影吧 它就是可以有跨回合減傷的一張角色卡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神竹在跨回合減傷的 這個主動技能身上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它就是其中一位 所以它的獨特性 絕對是大家在這個禮拜的地獄集 有目共睹的 所以在下個禮拜 如果說你沒有 之前沒有入手這張卡片的話 建議可以刷一下這張卡片 像我之前就 因為太忙 然後沒有換到這張卡片 有點可惜 所以我應該會把它補齊吧 好 那 這張卡片呢 除了減傷之外呢 還會有一個增傷的效果 不過只有給隊長的戰友的攻擊增加兩倍 這有點可惜了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只有全神的話才有80%減傷 如果不是全神的話 就會只有50%減傷 但是也是蠻多的啦 對 就可以提供給大家一下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張療 這張卡片 真的沒什麼用的 呃 真的沒有出場的機會啦 因為它本身增傷幅度不高 然後它本身CD也蠻長的 如果它今天是CD3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神卡了 但它是CD6 然後它是轉出六粒水人珠福石 然後到它6combo以上的時候只能攻擊6倍 所以不太建議大家去換這一張 對 我自己也沒有換到這一張喔 因為我覺得還蠻廢的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是 它生命力是還蠻高的喔 所以 呃 是3000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指標到底在哪裡 我們隨便點一個水人類 好 現在目前最高的大概 就是這個了吧 比較偏高的 我們隨便看個素環針好了 素環針有昇華嘛 那我們剛才是3200 那素環針它只有2700 所以其實張療它的特點 在於它的血量真的算是 水人中算是很高的喔 那我們隨便點個露息好了 這個應該算是進行比較紅的卡片 也是2800 所以其實張療的特點在於 它的主動技能是一般般 就是堪用 但是不到實用 可是它的血量算是最高的 所以這一個也是你可以 換不換它的參考進去的一個價值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卡的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你的電腦以及按下我的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記得先跟著你 當時按鈴鐺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